欢迎大家订阅点赞打开小铃铛 我们的节目每周都会放松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周末一文志 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了解到了共和国勋章 以及电视连续剧功勋当中 整个节目开始的构思 以及团队制作过程当中的一些内容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演员的部分和具体的剧情当中 因为我自己看了 我会很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看的一些感受 希望能够有共鸣 那说到演员部分 这次我们看挑到的八个演员也都是挺厉害的 据说当时国家广电总局是有要求的 要求就是所有的艺人演员必须是得意双心的 你不能搞一些流量偶像明星来 如果万一哪个在翻车了 出现了什么事情的话 那绝对是给这个功勋的获得者脸上在抹黑 对不对 你选的演员是什么样 所以这八个人还要通过这个资历的这种申请审查 后来认为都是非常适合的 演技也都不错的 不过话说后来演技是不是不错呢 我个人也有其实也有一些小吐槽的部分啊 一会再说 的确这八个人从知名度上来说都是可以的 而且之所以一出来就受到大家的欢迎 还和他们自己本身的人气以及带动能力也是不无关系的啊 其中特别说到了一组啊 人家说拍的时间长了有这种活久见系列 活得久了我们什么都能看到 这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了 大家知道这个孙丽也都是演很多大女主的戏 通常什么芈月传啊甄嬛传啊之类的 那在这次呢 她是演了非常小的一个单元 而且她不是女一号哦 她是以这个孙家栋的这个妻子的身份出现在还原到这个剧集当中 然后演这个孙家栋的是这个佟大为 大家知道当年佟大为和孙丽最早人生第一部电视剧 就是我们看了玉观音 18年后的今天 玉观音当中的两个人终于第二次有了合作 演的就是这个孙家栋的天路 人造卫星的这个 我们把它叫这个人造卫星之父 他的这个故事 但演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看变化不大 对不对 现在像现在这两个人都是40岁的这个演员了 但扮演起这个清纯年轻的感觉还是可以的 他们两个人演夫妻的话 你觉得还挺有感觉的 那个生活气息特别的接地气 那如果要说这八对演员当中 创造的角色当中 如果稍微有那么一些 我觉得稍微功利差一些 不是我吐槽啊 真的就是陈豪和黄晓明 他们俩演的这一对 是这个黄旭华的深浅 讲到的是这个核潜艇之父的故事 我觉得稍微差一点 第一 陈豪呢已经有多年没演戏了 虽然我们之前讲过 他现在有一个身份是中系的这个老师 但是大家从那个表情上看 我其实觉得他演戏有点做作 我个人感受啊 不得不得不代表别人 另外就是黄晓明 黄晓明的这个笑 真的给我一种霸道总裁的感觉 稍后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科学家演的 你就会发现黄晓明跟其他科学家不一样的 通常我们看到这里面的科学家呢 都是在进行研究日以继夜 蓬头共面的样子 结果当我看到黄晓明的时候 好多镜头都是穿着这个 翻着白衬衣领子 干干净净的那个样子 头发也是特别整齐 然后笑的时候 你看啊 这这个表情什么的管理都特别的好 然后他跟陈豪当中的这个感情戏 真的是太多了 有时候还是慢镜头的样子 给我一种看MV的感觉 和整个这个现实派的剧情呢 我自己个人觉得是稍差一些的 还需要再努力啊 感人看法 好 那我们今天先来跟大家说说 在这个八个单元当中的 共和国勋章的这些获得者 他们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情况 简单的讲一下 这个剧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他每个勋章获得者呢 是六集的故事 所以你基本上不用从第一集到48集 几集都看 你可以把自己最感兴趣的看了 比如第一的到第六集讲谁的 我看了就行了 或者我想看某个人 我就想看元爷爷的故事 那我就跳到最后六集去看就行了 基本上这个故事和故事之间 是没有什么联系的 所以大家可以自由选择 这个特别的好 另外我们就来看看这八个单元 大家对于他们的故事 是不是真的熟悉 开场是能文能武李延年 这是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故事 Top3当中的一个 因为我觉得李延年的故事太好看了 因为王磊演得真好 王磊在年轻一代的演员当中 绝对不是流量 然后知名度也不够高 演过的戏呢 也不是很多 但是他演戏 从那个口音到角色到扮相 真的是能够拿得出手了 怪不得总演这样子的剧啊 那我们来说一下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 李延年老人和这个王磊 他们俩是这样的一个 扮演者和本人的这个关系 那李延年本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原54251部队的这个副政治委员 然后抗美援朝的时候立下了汉马功劳 他是第一个故事 那第二个故事呢 是一个科学家 他的名字叫做默默无闻于敏 于敏的故事也是非常的经典 我们这几年看到的是很多的啊 那于敏是中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稍后我会细节的讲一些他的故事 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分 他是中国清淡原理突破当中 最主要的一个基础学科的这个奠基者 也是他做了最主要的研究工作 第三个呢 是默默无闻张富青 张富青这个角色的扮演者是郭涛 郭涛演的很好 非常的像 但我觉得他放的第三个故事有点亏 是因为前两个故事都是大起大落的 一个是默默无闻隐性埋名 另外一个是参加这个朝鲜战争的 就太气势这种磅礴了 所以到他他的这个故事就相对的比较平淡一点 之前他也是一个战斗英雄 但这次截取的章节是他这个复原转业以后 来开始在这个搞基层建设 如何去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故事 所以相比较而言 我觉得就是比较弱一点了 这也是我的个人感受啊 第四个呢 就是黄旭华的深浅 这一部分呢 是这个黄晓明来演的 黄旭华其实大家应该知道他的一些背景故事吧 之前被命名为这个核潜艇之父的时候 其实在中国工科工程院是引起了一些这个骚动的 因为当时这个工程院有联名的一些院士们 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人员 认为黄旭华虽然参与到了第一代这个核潜艇的这个开发和研制的工作 但说他其实并不是最早的总工 最早的总工是另外一位叫彭世凯的一位总工 那么他当时是一个副总工 副总工有三个人 到了第二期的时候才是他当上这个总工的 所以如果把他叫为核潜艇之父的话 当时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争议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最后还是以他来命名吧 我觉得可能最主要就是对于核潜艇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 中国从无到有需要一个英雄的这个人物 让大家了解到这个团队 默默无闻的 不管是科研还是这个海军方面的一个奉献 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的 就是第四个故事 第五个是这个申纪兰老人 申纪兰老人看着身体真的是很棒的 当年他那个参加2019年 当时习主席给他授勋的时候 就走在旁边看着特别有气势 但很不幸他是在去年已经去世了 那申纪兰老人的故事 我们看到是蒋心眼的 他是全国劳模 最主要的就是倡导了这个男女同工同酬 写入到宪法当中 争取男女平等是创下了这个巨大的一个贡献 也有六集的故事 然后第六个就是中国的人造卫星的开拓者孙家栋 孙家栋先生也是这个两弹一星的当中的一位获得者了 他是这个非常了不起的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这个技术总的负责人 那这一部分同大为我觉得演的也是挺不错的 这是第六个故事了 然后第七个就是大家熟悉的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图又又女士 那他的扮演者是周迅 周迅基本上没怎么演过电视剧 对不对 除了这个红高亮 还有之前我们所说到的另外一部清朝的这个戏之外 但那部戏被批评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看到功勋了 他演的也挺好的 稍后我也会和大家说点这个细节 那最后一个第八个就大家熟悉的这个袁隆平了 袁隆平之梦 袁爷爷 他的梦大家也知道 一个是河下成梁梦 一个是这个杂交水稻覆盖全球的梦 主要是因为他今年刚刚去世嘛 所以他的事迹大家知道的也比较多 我们节目当中也是有讲过的 那其实黄志忠为了靠近袁隆平这个角色 整整减肥了20斤 所以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也是形象语言各方面都非常逼真 我自己看的时候都觉得 好像这真的就是袁隆平老人年轻时候的那个样子 很亲切的 好 我把这八个人迅速的和大家过了一杯 大家就知道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 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了 在哪些专业领域有一些什么样的成绩 那接下来我简单的跟大家说说电视剧当中 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一些 如果您看过有共鸣的话 也可以跟我来交流 如果没有看过的话 听了我的介绍 有兴趣的话 您不妨找来看看 我觉得会是非常好的一种 怎么说呢 你会看了以后就特别情绪激动 那个爱国主义的情绪真的会被带出来 那种民族自豪感真的是由然而生的 是不由人的 好我们来讲讲这个具体的我自己最喜欢的 我讲两个吧 一个李延年开场的这个能文能武李延年 李延年是何许人物呢 他是一个河北人 1945年10月入伍的 在剧集当中是王磊所饰演的 刚才我们看到在早期的创作过程当中呢 曾经到李延年的这个家乡去对他进行采访啊 虽然老人参加过无数多的这个战争 获得了那么多的勋章 但看起来身体还是倍儿棒的 蛮健康蛮正常的一个样子啊 那这部分导演他的名字叫做毛卫宁 毛卫宁曾经拍过平凡的世界 这也是我给大家推过的一个电视剧 所以他跟王磊之前就有合作 那在这次的合作当中呢也是特别好 我们之前讲了他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 为了有还原真实感 他专门到了这个中朝的这样的一个交界的地方 找到了和3C6.6高地非常接近的地方 整个战场还原到了这个精确度就是特别好的 另外他为什么拍的好看呢 就是整个剧情构思特别好 他不是那种一说战争片就是一窝蜂的瞎打 给你各种这个高科技啊 各种火力还原并不是那样的 他的那个还原是特别巧妙的 王磊衍的这个角色 李延年呢 他在部队当中啊 不单单 他就为什么叫能文能武呢 就是武的方面 他有很多的这种战术技术性的东西 当时他们是在这个3C6.6的高地上面进行到了这个对抗的这样的一个争执的过程当中 然后美军呢 他们本身是火力非常强的 四五番的这个联工 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守 守住这个高地 一直要等到这个援军的到来 所以一直是在这个硬康的那种感觉 那王磊衍的这个李延年呢 他就一直是这种思路非常的这个清晰 如何跟敌人去打这种战略层面的这样的一些交手 比如开始如何去骚扰敌人让敌人麻痹 然后做好这个准备和铺垫之后一次性的那种反攻 你听他讲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真的就是非常有战略技巧的一个人 另外呢 他本身的这个身份 我们刚才介绍了李延年老人 他本身是一个政委 所以这次让我看到了就是在部队当中 我们知道什么指导员啊 政委啊 就是做这个思想政治工作的 为什么说他是能文能武呢 就是他在做这个战事的工作的时候 特别的有人情味 他了解每一个战事的这个身世背景 每个人的家乡妻儿的这个情况 所以他在做这个沟通工作的时候 他是能够激励起战事的那种热情 在战场上没有逃兵的那样的一种一种状况的 所以再加上王磊衍的时候 你可以从他的那个眼神当中看出来 整个没有像我们看到小明哥那样的特别干净 头发说的特别整齐啊 整个你都基本看不清脸 都是这样的一只战场上的局面 然后对于敌人的那种冷酷 对于战争的那种当意 对战友的那种悲悯 就战友去世以后的那种悲悯 我觉得他每一种情绪都把握的非常好 这也是我看了以后觉得特别激动的一点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我自己还到这个豆瓣上去搜 我一看大家都说亡了眼的太好了 看了以后就觉得中国终于有一部戏 可以和这个兄弟连相抗衡了 我就放心了 原来大家审美都是一样的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地方 就是里面他们连有一个班长 那个班长呢 他是从国民党转过来的 然后因为共产党这边的战士 他们都是小米加步枪的这个设备上来的 所以对于很多高级的武器装备 根本这个美国的东西根本玩不转的 然后这个人呢 在加入到这个共产党当中以后呢 参加抗美援朝的时候呢 他本身是会开坦克的 所以到最后有个特别热血沸腾的这个情节 就是有四个美国的坦克 一起往高地这边进军的时候 你知道中国的那种小步枪 根本就是打不过的 然后这个人就自告奋勇的去拿手榴弹 进入到了一个坦克里面 然后当你看到那个场景 就是坦克慢慢的掉转头 对着其他三个坦克 打出去炮弹的那一瞬间 对面也打过来 算得上是就是牺牲了 他们等于是对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你就看了以后 你就觉得太激动人心了 这一刻就马上就融入到战争当中 像我这种对军事和战争 完全是一窍不通的人 看了以后都能够理解那种战争的场面 然后再加上 大家知道今年9月份还是10月份的时候 就刚刚过去 有第八批应该是 对第八批在韩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志愿者的烈士遗骸 由中国的空军的专机接送回国 当时不是有直播的一个画面 你看了那个剧 你再去看这个场景 你就是有那种全身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你能够认识到 就是当家国有难 他们胸揪揪气昂昂的跨过亚鲁江 去赴死的那种场景 然后当山河稳定 他们又魂归故里的那种荡气回肠的感觉 真的是太激动了 好 讲完了李延年 我们休息一下 一会再回来 讲完了这个李延年 我最喜欢的剧以外 我在时间的关系再讲一个 就是第二个 于敏应该是排的第二个 叫默默无闻于敏的故事 于敏的故事为什么好看呢 他讲到的是中国清淡方面的研发人员 他本身是这个物理理论研究的一位专家 于敏是个学霸 他家是那种特别普通的环境 然后他自己学习很好 他家是河北某县的 现在应该算天津地区了 然后当年他是考上了北京大学 读的这个本科和硕士这个学历 是中国在这个物理学研究最高 他是当年被前三强选上了负责 因为前三强本身是负责原子弹的研究 原子弹研究进入到一定阶段以后呢 为了在全世界当中这个抢的更快的进行开发 然后他们就开始进行清淡的研究 后来他就把这个工作交给于敏来做了 于敏自己本人说啊 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本来在进行清淡研究之前 他是打算出国的 你知道对于物理学家来说 能够到这个西方的这种物理学更盛行 环境更好的国家去做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像中国的两弹一星的那23位科学家绝大部分都是去外国深造回来的 你毕竟当时中国建国之初没有办法和那些国家相比的 都是希望去深造的 于敏是少有的一个本土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培养出来的一个科学家 那他当时就因为要这个做清淡的研究嘛 就放弃了出国的机会 再加上当时他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像苏联的科学家慢慢的就是把技术撤回 他不会给你进行相关的这种资源的这种给予 也不会给你进行技术上面的一些培养的时候 全是靠自己来研究 最主要清淡的研究当时是默默无闻 隐性埋名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于敏的家人有28年的时间 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做什么样子的工作 他的名字可以说是从科学界整个都是已经被抹去了 你想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多么遗憾一件事情 一直到1967年在戈壁戈壁沙漠上 这个第一次试射成功清淡就是他最大的成绩 但是就这他都不能高兴 他只能自己偷着乐 当时这个清淡爆了以后 中国是抢在法国之前 作为全世界第四个来这个试射清淡成功的 那在这之前呢 像其他国家用的时间 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 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 苏联用了四年的时间 法国用了八年多 而中国只用了短短的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 大家看看这个剧就知道他们当时的这个环境是什么样的了 这是首先讲一些于敏当时的这个背景 这也是于敏老人当时的样子 他我觉得另外一点非常遗憾的是 于敏老人是在2019年1月份的时候去世的 相当于他知道自己有获得共和国勋章 但是没有等到习近平给他去颁这个奖 这个是他获得的另外一个奖项 当时受奖的这个过程 好我们再说回电视剧里面 我觉得雷佳音演的特别好 因为大家知道雷佳音本身呢 在角色创作当中呢 演过很多这个小痞子一类的角色 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是 当年他演黄金大结案当中 小东北这个角色 再加上他那个东北口音是特别浓的 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木讷的科学家的形象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我们说好演员呢 他就是能够真的是投入的去创作 你会觉得他不是他本人 而真的就是于敏本人了 大家可以看看他演的时候 本身就脸圆圆的 再戴上这个圆圆的眼睛 胡子拉叉 留着乱乱的头发 和我们看到这个于敏先生本身的样子 其实从外形上是非常的这个相似的 而且他演到了很多 你会觉得整个人就是在搞科研的一个人 完全是不修边幅 为了工作废寝忘食的那种状态 还原的特别好 而且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啊 清淡试摄成功以后 他依旧是不能暴露出来的 他没有告诉别人他搞什么的 像他老婆是你你演的 就问他很多次他都是不说的 然后清淡试摄成功 大家都在庆祝的时候 他自己也不能庆祝也不能告诉别人自己是搞啥工作的 这一点我觉得就如果是我们一般人压抑的那种情绪该有多难受 然后还有一点特别好看的是我给大家截了一个截图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他当时被前三强选上要求来进行清淡方面的研究的时候 人家问他说你知道中国为什么要搞清淡研究的时候 他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我和大家一起来还原一下 当时你知道不像我们想的那种人家问你为什么我要站起来说我要为了祖国怎么怎么样 并不是这样子的 他们俩当时在吃馄饨 结果人家就给他说让他做这个研究 他就同意了 就特别平淡的就是他思考过之后愿意做这件事情 而且他说为什么要研究 他这么说 他说就像我们吃馄饨一样 你有一碗我也来一碗 你有我也有 人和人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都一样的 你想要的是和平 但是你要有不怕打仗的底气 什么是底气 我们造的就是底气 咱们不欺负别人也不能让别人欺负咱们 不平等只能挨打 国家存亡的事必须干 我看了我就觉得哎呦又是要感动的那种感觉了 你就觉得即便到现在社会也是一样的 一个国家发展的再好 即便你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 可是当别人对你有那种妖魔论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把自己武装起来 因为只有你有了别人才不敢欺负你 在建国之初是这样子 在现在依旧是同样的道理 这个是亘古不变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镜头我截出来是因为 当时清代试摄成功之后 他特别高兴 但他又不知道怎么表达 他说我们吃只鸭子吧 结果他老婆说就买不起没鸭子吃 你想想多可怜 一个科学家这么大成就的人 连一个鸭子都吃不起 在我们现在时候就不能想 然后他就回家以后还是很高兴的 就找回头又问他老婆说 那我们有酒吗 你看他那个表情是不是特别生动 我觉得太好看了 好吧 时间的关系我也不能讲太多细节了 其实还有很多感人的这个场面 很多人我看到很多网友也说 他第一次这一届的这个网友虽然都很年轻 但他们在看证据的时候 也是能够切身感受到祖国的那种发展 壮大当中 每一个人所做的牺牲 还有当选到周迅的时候 问周迅能不能演徒又又 周迅特别高兴 他给郑小龙说 你本来就应该找我演呀 因为徒又又是浙江人 我也是浙江人 然后他演的这个徒又又的年龄 又正好是40多岁 跟他现在的年龄是一样的 郑小龙就说啊 那个周迅去见徒又又的时候 徒又又根本不认识他 因为人家是这个一门心思 在这个科研室里的人 还是徒又又的女儿说啊 周迅不错演得非常好 你让他演你吧 结果他妈妈就同意了 结果演了以后说有多像呢 说是走路 还有拿着包的样子 都跟那个徒又又如出一辙 特别可爱 好吧 时间的关系我真的没有办法再讲太多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不妨去看一下这部剧 那么另外在这部剧当中 有一个宣传语 我觉得看到现在呢 还是非常受鼓舞的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 不能没有先锋 我们用这部剧的时间 来感谢这些先锋们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如果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的话 或者想和我交流的话 也可以在YouTube Channel33底下的平台来留言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